第七百六十七集 夜晨倒是要看看自己和入神镜舞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 或者说入神镜一层天也不算什么 下一刻夜晨身形微微向前进 竟如光束般飞掠而出快到了极致 猪灭刀疯狂地砍在猪鬼剑剑身上 爆出一连串璀璨的火花 却是只能微微撼动陈平一二 你的气血不行 在半步入神镜中尚且是巅峰强者 但是入神镜和半步入神镜之间的差距不是你能弥补的 陈平气血窥然爆发出来 苍穹之上画出一片千米血云 丝丝血雨垂落下来 每一滴血雨都有俯视之能 他手臂一震破退了夜晨 单手直剑手臂营绕出璀璨的光滑 随着剑身飞出化作五颜六色的剑气 倒倒璀璨剑气滑破夜空 接连攻击在夜晨的身上 肉身隐约颤抄快要崩裂了 不行 他的气血太强 单纯的攻击能碾压我 得用寄灭之力 夜晨赶忙变化了攻击方式 右手汇聚大半气血于猪灭刀身上 窥然引动日月印记 画出苍龙与凤凰撕裂苍穹杀出 左手握拳猛然继续寄灭之力 龙凤之声破天 一龙一凤虚影顶着血雨的攻击直冲向陈平 陈平流转剑身 剑尖击射出来的璀璨剑气 犹如瀑布一般浓密强盛 接连攻击在龙凤神兽身上 他毫无压力说道 杀你简直太简单了 这就是你的最强攻击嘛 发出这一击你停滞下来了 气血急剧减少了吧 日月破空的刀印 似乎这柄刀是我血灵族赐给妖族的 既然你拿到了 又用此刀杀了洛普和陈鹏 我便刺你一死 昆仑虚绝待天骄 的确不错 但今天要陨落在我的手上 我要让他知晓知晓 什么是入神境 什么叫入神境舞者不可冒犯 杀叶臣简直比杀鸡都要简单 是吗 要刺我一死 那我先刺你一死 瞬息间 叶臣来到陈平身后 左手一道拳中佛国打出 万道寄灭之力侵蚀了陈平全身 啊 叶臣 你这畜生 这是寄灭之力 陈平难以反抗 此刻全身都无法动弹 生命力正在急剧消耗 浓密的黑发渐渐稀疏 甚至产生了一丝丝白发 用不了多久 只要头发变为全白 那万年寿源便是全部消耗尽了 你这畜生 胆敢 你 他手中的猪鬼剑 已然产生了裂痕 随即全身颤抖起来 寿源已每秒千年在消耗 不 不行 我的手缘不能消耗 再这样下去 我就无法冲击二层天了 只能动用血脉根基了 叶臣是你逼我的 我的血脉之力不能轻易动用 一旦动用便会损伤根基 但不用便会被你活活耗死 九鹰血脉 开 陈平抱贺一声 煞时间如若狮神一般 身形一颤 身后随之浮现出九个脑袋 十八指血色瞳孔同时睁开 一股震荡千古的气血彻底爆发 如若汪洋般将夜尘掀飞出去 他浑身颤抖地站着 身上经脉正在迅速断裂 很快 不到三秒钟 九个脑袋离体 位于身后形成一尊 三丈大小的九鹰虚影 甚至渐渐凝食 仿佛就像是上古大妖九鹰将士一般 冰冷决然的杀意遍布千绝广场 仿佛所有人都被远古巨妖盯住了 不由得胆寒 夜尘 我本来想赐你一死 但这是你逼我的 逼我动用血脉之力 让我根基受损 没有千年根本恢复不了 现在你想死我都不许 陈平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一步步往前迈进 每往前一步 九鹰俱腰便更强凝食一些 上古大妖九鹰的血脉 着实要比天鹏血脉强大得多 看气息 至少强大了两三倍之多 最差应该也是七流血脉 甚至可能脱离了下三流的血脉 是中三流 那在血灵族中地位也差不到哪里去 五丈大小的九鹰身上贴着一层赤红色的鳞片 细细看去还有些像是 祷国信仰的八旗大蛇 只是八旗大蛇给九鹰下跪都不够资格 或者说九鹰虚影 更像是有九个脑袋的阎龙 夜沉啊夜沉 你真是找死 陈平缓步走出 周身萦绕赤红色气血 将他包裹得像是赤龙后裔一般 他微微抬起手 身后九鹰虚影 便爆发出一股极致的气血 化作一只晴天巨手 将寂灭之力打破 更将拳中佛国打成碎片 无与伦比的力量震惊四座 此刻他散发出淡红色的光泽 变向一尊魔神 拥有绝对强大的力量 拥有绝对强大的血脉 这便是底蕴 碾压低伍未面的底蕴 陈平随手一掌击飞了叶辰 就像是拍打着孩童一般 煞事件 他周身赤红色气血冲出 无比的浓郁 同时闪烁出星红的光泽 将他的左手赤化 放大了百十倍 如若一个巨人手掌一般 却是晶莹剔透 如若血水晶构成的手掌打下去 将叶辰来回抽飞 叶辰的身躯 纷飞在擂台四周 每次落地都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至今为止 百米高的擂台硬生生被打掉了二十米 变成了七十米的擂台 甚至还在不断往下 随着夜沉身体乱飞 坑洞是一个加一个 似乎擂台高度减小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此刻 入神境一层天的陈平 至少爆发出神境二三层天的战力 血脉之力 果然不同凡响 陈平单单用血色的手掌 便打得夜沉毫无反击之力 同时他双瞳的血色也越加深邃 似乎是动用血脉之力 根基受损逐渐严重了 他不断攻击夜沉 却是皱起眉头来 肉身这么强 脸体者居然还没死 我倒是要看看 你的肉身能承受我多少次打击 该死的蝼蚁 低伍未面的垃圾 再不快些打死他 我根基便要彻底受损 就是想要恢复 都将无比困难 陈平身上的九英血脉 虽然是五流血脉 是在场血灵租中人 血脉最高贵的一味 却只是残缺血脉 也就是说血脉不完整 存在很大的缺陷 也导致了他二十多岁 还在入神经一层天 否则换作其他拥有 五流血脉的血灵族人 在他这个年纪 修为最差 都是入神经七八层天 而这些导致了他 很难动用真正的血脉力量 一旦动用便会损坏根基 甚至时间一长 还会对全身经脉骨骼 以及灵魂产生难以言喻的伤害 不到一两千年 甚至不能恢复 但一两千年过后 其他人都是神王境 甚至混元境了 但他还只是入神境一层天 外加上寄灭之力 包裹住了他至少五秒钟 五秒钟 意味着吞噬了他五千年的寿命 入神境武者 三万年的寿命 便已经消耗了六分之一 所以现在的陈平已经将全部力量汇聚在手臂中 不断轰击叶尘 尽可能避免动用肢体 其他部分 以免造成更大的损伤 伴随着道道爆裂声 以及叶尘身体到处乱飞的情况 周围观战的群众们都暗自松了口气 叶尘这个魔头总算是要被打死了 叶尘 你纵然跃积能力极强又如何 难道你还能跨入天人之极吗 入神境的武者 根本不是你能抵挡的 乖乖受死吧 以免以后你再来寻我们的麻烦 电竹 电竹 叶灵天近乎呐喊地看向叶尘 眼眶湿润 拳头握紧 浑身颤抖地说道 韩老祖 我们出手吧 哪怕一搏也好啊 韩老祖 叶洛尔也上前来急切地说道 出手吧 他擦拭泪水着急地说道 通知另外叶家老祖 和其他十二派的老祖 出手吧 就像你们之前讨论的一样 你们三位长老和十二派的老祖 负责对位位长老 白湛长老和清剑长老 对付另外三个人 快动手吧 叶洛尔急得离花待雨 深呼吸止住泪水道 动手啊 再不动手 主人要 白湛长老也神情焦急 谁都看得出来 叶尘 雨晶要支撑不住了 近乎是被碾压着打的 若不是肉身强横 恐怕此刻早已经被打爆金身 再打爆金骨 彻底阵亡了呀 现在出手 大家还有一战之力呀 不 再等等 韩云目光敏锐 深邃的瞳孔中 似乎看出了什么 他伸手示意 众人停下 传音道 叶殿主 还没有那么容易阵亡 我看得出来 叶殿主的本源还在 只是肉身被压制 短时间内不会有事 此话一出 叶灵天和叶洛尔 只得暂且停下来 其他长老包括天文 凤凰长老等等 乃至于当中一位 九英本体的妖兽长老 都停下了步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